豬脖子是打針的地方 會有藥物殘留 為了健康不能吃啊 什麼 怎麼會這樣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啊 別怕 別怕 這是網路謠言 不要隨便相信啊 讓我們來幫你 派出全台最強豬專家 農委會敘事所林鄭雍組長 來告訴大家事情的真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系統試驗所的林博士 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畢業的 林鄭雍博士 現任農委會敘事所研究員 產業組組長 專長為家敘情營養喔 我們 跟豬脂飼養 它在豬脂在注射疫苗的 一個肌肉注射的部位 是在耳後的一個上頸部 就是肌肉比較多的這個區塊 所以這個是通常 豬脂注射的一個部位 我們知道那個鬆板肉的位置 是在下顎跟臉頰連接的位置 也就是這個位置喔 那它左右有兩片 所以這是鬆板肉 所以鬆板肉 並不是注射的一個部位 所以基本上 在市面上所買的那個鬆板肉 是安全無疑的 這個鬆板肉是安全無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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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在說大家要聽 它會把鬆板節給分切掉 消費者在市面上買到的豬肉 基本上是不含鬆板節的豬肉 所以不會吃到鬆板節 也就不會有相關衍生的說 你會吃到毒素或者吃到藥物 然後擴壞人類的免疫系統的這個問題存在 大家除了亂傳 入鍋子有藥物殘留之外 還有人說 豬吃了抗生素 肉會呈現黑情色 怕賣相不佳 所以送去殺的其 會停止為食抗生素 這根本是無稽之涵啊 聽專家說才是王道 現在農委會已經獻收了抗菌劑類的一個使用 現在台灣可以添加的抗菌類的一個藥物 只剩下九種 而且它使用在豬脂 只限在30公斤以內才可以使用添加 那如果業者基於豬脂健康 就是生病的時候 他需要額外在飼料裡面 添加抗生素的話 那他一定要有受醫師的處方 有受醫師開例 添加在飼料裡面 他必須要遵守這個停藥期 停藥期它各種藥物它是不一樣的 那抗生素的一個添加 它不會影響到豬肉的一個顏色 停藥之後基本上是 為了要維護豬肉的安全 讓它沒有藥物殘留 它跟豬肉的顏色是沒有相關的 這一點消費者必須要特別注意 也是需要曾經的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